玉璃镇一栋新建中的住宅 招到小偷入侵 窃取市价约15万元的电线 接获报案的玉璃派出所 启动鹰眼小组 锁定一名犯贤 而或许是贼心该败 警方在25号巡线访查时 当场认出一名散布的民众 他的穿着还有容貌 都跟监视器画面上的人相似 于是立即上前盘查歹人 玉璃镇这栋还在新建中的住宅 居然遭窃贼入侵 偷走市价约15万元的电配线 警方接获报案后 立即启动鹰眼小组 调阅相关监视器 发现小偷入侵行窃的身影 手拿麻布袋等转工具 窃贼摇头晃脑脚步不稳地 走进新建中的建筑物内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扛着麻布袋走出来 而整个行窃过程 遭遇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分局于6月24日11时许 接获民众报案 称玉璃镇城南二街 移出工地内有电线遭窃 损失价值约新台币15万元 本分局立即组成 专案小组 积极调阅上百只监视器 及查访邻居 锁定一名窃贤 分别在21及22日凌晨 一事携带作案工具 进入案发地 片刻过后便带着麻布袋走出 专案小组掌握有力市政 实施现场查访 一位神不知鬼不觉的窃贼 殊不知警方 早已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他 25号的晚间 他还在路上窃移散步 被巡线查访的远警 眼尖当场认出 随即上前盘查 当场逮人 我们是沿路调监视 一路追到他 他的穿着通常到尾 跟昨天 跟6月21号是一模一样 连他的帽子都一样 我是调完监视器 才来找你的 张细嫌犯 自知罚网难逃 便主动交付电线 一批一级作案工具一组 警方询问后 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 喊请花莲地方检察署证办 记者是玉兰玉礼镇采访报导